! 嗨!各位朋友 投资理财学很简单,人生宝贵的时间,就留给生活的美好 大家好,我是查理 最近啦 体重直线上升 这让我想到两个 跟体重有关系的投资思维 拍片不打草稿公开说明书 第一个投资思维听过的人应该很多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股票市场短期是一个投票机 长期而言它是一个体重计 它的意思是说 股票短期 会比较受到投资人的喜好所决定 投资人如果一下子就喜欢 一些热门的股票或者是热门的题材 比如说元宇宙或者是电动车 5G这些东西 那这些股票就会突然的上涨 可是长期而言 如果这些公司没有办法稳当的获利 那久而久之 它就不够重了 它就不是真材实料 比如说它的净值没有办法增加 获利没有办法增加 甚至连营收都没有办法增加的时候 那这些股票 事实上就是一定要回涨 或者是说它的股价往下跌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思考 股票 股票短期它是个投票机 长期而言它一定是要个体重机 没有办法有基本面表现的股票 事实上它是不可能一直往上涨 所以股市短期的波动事实上意义不大 如果你要长期持有的话 否则短期的波动引诱你去买股票的时候 你一定会失败嘛 所以如果你要长期持有 那你要很小心嘛 那短线交易那我们就不讨论了嘛 为什么因为短线交易 因为短线交易就是一种随机的嘛 随机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玩 那你会不会赚钱 就不知道了嘛 我们要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 资产能够持续稳定的往上 也就是我们不能赔钱 就是不能赔钱 就是巴菲特投资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 都是一样的就是不能赔钱 那第二个跟体重有关的投资思维啊 就比较难懂一点 因为比较难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年纪有点大的大叔 他在跳绳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大叔的体重 应该是多少 合理的体重应该是多少 我是3公斤吗 55.5 我是7.8 60.31 或者是63.224 或者是65 大家有办法精准的去猜到这个人的体重吗 这个人的合理体重 这个人的合理体重应该是多少 或者是说 你自己的合理体重应该是多少 大家觉得合理体重应该是一个精确的值吗 你问问你老婆或者是你的老公嘛 他的体重有没有可能突然 58公斤 然后突然又62公斤 或者是62.3公斤又突然跑到67公斤 都有可能吧 对吧 如果一个人的合理体重 都可以在一个范围上上下下 为什么股票的价格 不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波动呢 所以台积电应该是53公斤 还是67公斤呢 台积电可不可以突然550块 可不可以突然又来到650块 你的体重可不可以65公斤 又突然跑到58公斤 如果你的体重可以58公斤 又突然跑到65公斤 为什么台积电不可以580块 又突然跑到650块 可以吧 如果不可以的话 那你对自己太宽松了吧 对不对 你的体重都可以58公斤 突然跑到65公斤 为什么台积电不可以580块 突然跑到650块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如果台积电突然跑到900块 那肯定它有问题 对吧 如果台积电突然跑到450块 那它可能有问题 对吧 假设这位大叔好了 这位大叔如果体重突然跑到45公斤 那他肯定是生病了 对吧 或者是说这位大叔的体重突然跑到90公斤 那他一定出问题 对吧 我的意思是说 除了体重 薪水也好 你的薪资也好 对不对 你的薪资有一个合理的薪资吗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你的合理薪资10万块 问题是你的老板觉得8万块 对不对 你的老婆觉得你应该要领4、5万 对不对 这世界上很多东西事实上不是不可能有个精确的值啊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要求股票有个精确的值呢 我们顶多只能说很多东西精确的值它是在一个范围 如果差太多了 那他一定生病了嘛 或者是说他一定太贵了 如果他太低了 那他一定是太便宜了 或者是说 这个人体重如果下降到某一个不合理的值 我们就说他生病了 我们顶多只能这样子 那他一定是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去波动嘛 对吧 可以吗 你觉得吗 除非你是商人嘛 除非你是拥有定价权的商人 那如果说一档股票已经被控制了 他的价格已经被定了 比如说某一些小型股 他已经有被操控了 或者是有一些网群效应 或者是社团 或者是老师 他们在喊了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定价权了 对吧 他已经形成一种共识 那这个时候 就另当别论了 那已经是很短期了 否则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在一个正常的波动的情况下 一个股票在一个范围波动是非常合理的 如果你可以看透这件事情 那你就有办法长期持有 对吧 你就有办法长期持有 假设今天是一个独大有良好护城河的股票 一个大型的全资股 它在市场上已经有很强的领导地位 它的股价可不可以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波动呢? 可以吧? 对吧? 那如果 不管你是要持有一些全资股 或者是你要去 买市值型 ETF 你要做指数化投资都可以 你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 股价本来就必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波动 否则就不需要市场啦 股票市场就是让各种不同的想法的人 在里头决定出一个价钱 所以它价格一定要波动啊 对吧? 价格一定要波动 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你才有办法长期持有啊 不然你一定很紧张啊 对吧? 假设你今天 你硬是要去买台积电 你买650块 跌下来550块 你会不会害怕? 你一定害怕嘛 你一定害怕啊 跌了100块啊 跌了100块就将近百分之 15%、20%吧 对吧? 你不会害怕吗? 我都很害怕啊 对吧? 一个股价跌了15%、20% 我也很害怕 除非 除非你已经认同 它的合理范围就在这里 对吧? 那你的股票的合理价 事实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合理价嘛 对吧? 股票哪有什么合理价? 你也不需要去买APP 然后去查它的合理价啊 不用啊 对不对? 网路找一找就有了啊 网路敲一敲合理价 很多人就会告诉你 它的合理价是多少啊 你就会发现 合理价每个人喊的都不一样啊 对吧? 台积电600块的时候 也有人喊它的合理价是300块啊 对吧? 所以 到一个东西的合理价 只要它在那一个范围 可以就可以了啦 对不对? 你要不要去买一个APP 然后每每 每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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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给人家很多钱 也是可以啦 它钱是你的嘛 对吧? 那如果 是用一些 像很多国外的券商 事实上,很多研究报告 你只要点一下 他就告诉你他的合理价是多少 那那些东西如果 他讲合理价是五百块 你就买五百块 那就完了 那很多人都赚钱 所以我要说的是 你必须 先选择好公司 你要先选择好公司 优质的大型的稳定 独大的 在市场上有领导 占有很强的领导能力的 有定价 有溢价权的 这些大型的优质的股票 如果你先选择这些股票的话 那他就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波动 他不会太离谱 所以你要先选择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就是我讲的 独大 市场占有 市值大 规模已经很大了 要去板倒他很难的 如果你愿意投资这些股票 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你要去投资成长股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我说的成长股指的是 没有什么营收 没有什么获利 这些股票 迷因股啦 或者是 SPAC的股票啦 或者是 空有一个 愿景的 这些股票你要很小心 或者是 他是突然 赚很多钱的 这些东西你都要小心嘛 因为不肯一直赚啦 不肯一直赚啦 不肯一直赚啦 他也必须暂缓之后 他再继续上去嘛 不肯一直上去嘛 不肯一直上去嘛 那今天讲的就是 两个跟体重有关的 投资思维 如果 你想要长期持有股票 你一定要懂这样的一个 想法 股票不可能是有一个精确的值啦 如果有一个精确的值 那大家都赚钱啦 对吧 如果你可以认同 一个优质的股票 他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波动 那你就有办法长期持有 你就有办法持有五年 十年 你就有办法长期持有五年十年 否则五天你就想把它卖掉 对吧 希望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对你有帮助 我是查理 我们下次见